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各位 早晨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们敬拜上帝 无论我们是什么空间时间 我们都可以敬拜主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诗篇七十五篇一节 神啊,我们要称借祢 我们要称借祢 因为祢的名相近 人都述说祢奇妙的作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敬拜我们为上帝 来宗室同共母高的主地外 欢迎地韵律,飘移这空间 同认识神话语,心中多敬叹 天天都渴慕 Marshi paga 嗯,今儿朱尔迷 祂от gone 多�告 一生兴兵典 来众赞同共母 奋向主利外 愿每个都恳慕 却书霸佳 来众赞同共母 高居主利外 欢迎地寻得 飘以这空间 从认识神话语 心中多敬叹 天天都渴慕 却书霸佳 上昌重多讨告 述说主人奇妙 齐一当爱主真理 做个小小敬拜者 从认识神话语 一生的改变 主牵手梦 每一生兴兵典 来众赞同共母 奋向主利外 愿每个都恳慕 却书霸佳 上昌重多讨告 述说主人奇妙 齐一当爱主真理 做个小小敬拜者 从认识神话语 从认识神话语 一生的改变 主牵手爱护 一生兴兵典 来众赞同共母 奋向主利外 愿每个都恳慕 却书霸佳 愿你我都恳慕 愿你我都昌重 愿你我都若懂 却书霸佳 愿你我都恳慕 愿你我都昌重 愿你我都若懂 却书霸佳 随你以爱 乘不到全归像你 随你以爱 乘不到奸命名字 随你以爱 随你以爱 并没有 没有奸命 可以配受拳兵 赞美 以及诵经 圣经 圣经 各度荣耀全送你 弟兄姊妹啊 我们敬拜这位上帝 只有祂一个 我们没有其他可以选 没有其他神是佩德 我们这样去敬拜祂 所以除祂以外 我们不用再想 敬拜我们这位三为一体的上帝 大地从真呼参 敬拜祢明知 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 万重万角高尚 敬拜祢明知 从永远到永远 未超过诸天 随你宴爱 敬拜祢明知 随你宴爱 宅得到奸命名知 随你宴爱 并没有 没有辩命 可以 配受拳兵 赞美 以及诵经 圣经 各度荣耀传属你 大地从真呼参 敬拜祢明知 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 万重万角高超 敬拜祢明知 从永远到永远 未超过诸天 随你宴爱 随你宴爱 仅不得全跪像你 随你宴爱 仅不得更美名前 随你宴爱 并没有 没有必命 可以 赔上决兵赞美 以求诵经 圣洁 国度 荣耀 传属你 随你意外 找不到尊贵仗你 随你意外 找不到奸命名字 随你意外 并没有 没有必命 可以 赔上决兵赞美 以求诵经 圣洁 国度 荣耀 传属你 我知道这年日子 在疫情之下 每个香港人都有不同情况的困难 要面对和挑战 但我深信我们这位上帝 祂与我们同行 和我们一起经历的每段困苦难关 但我更加相信我们这位上帝 与一帮年轻人同行 知道他们在疫情之下 仍然面对一个公开的考试 特别一帮DXC新的同学仔 我知道他们面对是史无前例的困难 但上帝 我知道你已经与他们同行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去不到市场 陪他们一起考试 但我们可以一起为祈祷 一起为在他这段困苦路程 交托给上帝 因为上帝也很想与他同行 在那天迷途中飘荡 七黑旅没有星光 尝尝到难监 心感叹剔不悟 心感叹剔不悟 但这天同步人起过 艰苦谁愿泪不经开朗 终于到错节袍莫 有你伯我冲破 为你伯我再因主定爱 每天欢人更多 齐盼望祈祷 此生此人 常伴你我无具困重 人生这道上路 尽崎岖欠我 只虽有像你伴我 牵手过 路程虽艰难不经怕 求神在你供我耐心 日夜照了爱惜 但愿供你奔跑战争 只要顺来处十家敌 因为这父神给我 你这好友 祈求在生命生命中 当我们一起奋斗 在这天迷途中飘荡 七黑里没有星光 上遇到冷眼迷我 心甘坦惺不安 但这天同步一起我 甘苦岁月里 北京海浪 终于做错节旁旺 有你伯我冲破 为你伯我 在人处定爱 每天欢迎更多 其怕忘记多 此生此人 常伴你我无具群座 人生这道上路 尽崎岖欠我 只虽有着你伯我牵手过 无情虽艰难 不惊大 求神在你供我耐心 日夜照了爱惜 但愿供你奔跑战争 只要顺来处十家敌 因为这夫神静我 你这好游 祈求在灿烂 生命中 能我们一起奋斗 人生这路上路 尽崎岖欠我 只虽有着你伯我牵手过 无情虽艰难 不惊大 求神在你供我耐心 日夜照了爱惜 但愿供你奔跑战争 只要顺来处十家敌 因为这夫神静我 你这好游 祈求在灿烂 生命中 能我们一起奋斗 愿重赞荣耀 归于我们这位上帝 哎呀 掉了东西 不要紧 我帮你执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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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参与中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和参与中的小朋友 主内平安 你们有没有试过 去帮助人的呢 有的请举手 虽然我看不到 但我知道天父是会看到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都有很多时候 都可以去帮助一下人 特别现在在疫情的当中 有很多人都很需要 一些物资去帮助 大家有没有试过 大家有没有试过捐出自己的口罩 或者一些防疫的工具 物品 搓手液 这些虽然是很微小的事情 但原来我们愿意捐出帮助人呢 收到的人是很开心的 我知道我们教会在这段疫情的期间 都有很多次出队 去预备一些口罩 一些搓手液 送给官堂区的街坊伦理 收到的弟兄姐妹 甚至一些邻居 他们都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圣经上面一番的 耶稣基督的教导呢 是讲好撒玛利亚人的 我猜听过的小朋友 都一定不少 没听过不要紧要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次 听过的都不要紧要 我一会儿会有些问题问的时候 你应该很快会回答到我 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去作教导 当中和一位律法师的对话的内容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样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轮舍如同自己 之后那个律法师就问耶稣 那究竟谁是好龙者 接着就是要讲好撒玛利亚人 这件事情 这个人 有一个人 他在耶路撒冷 要去耶利哥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 不是好撒玛利亚人 总之有一个人 但这个人很不幸 在这个路上期间 越保一帮不好的人 这帮不好的人 就将他的三户全部都拿走 他的物资全部拿走 还要将他打到半死 丢在路边 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这帮是什么人 如果你知道的 我数三声 你和旁边身边的家庭成员朋友 告诉他答案 我数了 三 二 一 完 对了 大家应该很聪明 懂的就会答到强盗 不懂的不要紧 学一下 原来一帮强盗 将这个要去耶利哥地方 这个人 拿去的东西 还要将他打到半死 放在路边 好惨 有没有人帮他呢 耶稣就跟着这样说 有三个人分别不同时间 就见到这个人 但是见到他的时候 有不同的行动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他是 让你们想想 我给你三秒 如果懂的 应该很快答到我 那个是什么人 三 二 一 好 完了 那个就是祭司 祭司就见到这个人 哇 你猜他会不会走来帮他 哎 不是哦 他真的不会走来帮他 可能祭司怕 会不会还有埋伏的呢 他躺在那里 打到半死 会不会下个就是我呢 他可能会这样想 但也会因为他的工作 他的侍奉的关系 他不可以碰到一些血 以至他不可以去 侍奉上帝 所以他不愿意去帮这个人 就这样就走了 第二个人又出现了 第二个人是一个利美人 你猜利美人又会不会帮这个人呢 答案是 都是不会 原因都是和刚才的祭司一样 哎呀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被人不埋伏的 会不会下个轮到我呢 又就这样就走去 结果这个人 见过两个人 都没有人帮他 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人很凄凉 躺在地上 没有人帮 又救不了他 啊 第三个人出现了 第三个人 大家猜猜是谁 我刚才讲经文 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已经提过这个人了 应该大家都知道 我给你三秒 你又跟你身边的家人 讲一下 究竟是谁 三 二 一 没错 就是撒玛利亚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走过去主动的帮助他 我怎么帮他 原来圣经这样说 他将他 即这个路边的人 身上有伤的地方 都帮他包扎好 治理好 甚至这样 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要去很远的地方 当时没有车的 唯一的代步工具 就是可能一些路仔 一些伸促 去帮助他 去由一个地方 去到另一个地方 让他不用可以走那么远 这个撒玛利亚人 就这样 将这个相众的一个人 路边这个人 包裹完之后 就放了上去 自己的伸促上面 被他骑 自己就落地慢慢走 好体贴 因为他真的行不到 你还叫他走 他就会很辛苦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 很好 他帮他完成了 包扎又送到伸促上面 骑上 甚至去到一个地方 他就叫 旅社的一个店员 就跟他说 你给我照顾好他 照料好他 他受了伤 这里有点钱 如果不够的时候 我回来再给他 你要给他有好食好住 住得到 和治理好他 那这个撒玛利亚人 就走了 就走了 去了 原来 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很好 他不单单 帮助这个 被人打到半死的人 初期做了一些帮他包扎的情况 去到甚至 放上自己的伸促 身口上面 被骑 甚至又带他去到一个女社里面 叫女社的人帮忙 去治理好他 医治好他 十分好 耶稣基督的教导 其实真的很想我们去学 这个人 去愿意 帮助其他人 但是你说不是 Water哥哥 我怎么会见到一个人 那么容易躺在街上 被人打到半死的 我们真的很难见到 但是经文上面 真的不是这么说 我们要只是照顾 这帮被人打到半死的人 经文上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愿意去帮助人 其实做很少的事情 就已经可以帮助到人了 我们试试回答 刚才唱完敬拜 唱完歌仔的时候 谈牧师做什么 谈牧师不小心 掉了份谱 那我呢 牧师叫我 哎呀 跌了 我看到的时候 我怎么做 咦 我走 不管他 还是我愿意帮他执回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很简单 我那一刻帮助到 去执回 帮牧师执回那份谱 就已经 与 牧师同行的了 我们不用想很复杂 我们甚至可以在家里面 去帮家人 去打扫 那家家 我们家家 但你说不是 我有工人姐姐 不要紧 你就做回 你应该在家 要做合理的事情 甚至 你可以帮助家人 看着自己的弟弟妹 有没有做齐功课 或者照顾他们 吃饭 照顾他们 看看他们 甚至 我可以帮家人 拿东西 其实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你就已经是帮助别人 甚至 与有需要的人 同行 经文就是这么简单 很想我们每个人 与每一位有需要的 甚至 我们助助每一位弟兄姊妹 同行 刚才所说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真的很困难 很多事情都是 做不到 但是我们只要守望相助 互相帮助的时候 我们是 一起面对这个难关 我深信天父 都是很开心地 跟我们一起 去面对 每一件的事情 因为 他不愿意 看着我们 躺在路边 就这样等着 而是 他会落手落的 跟我们一起参与 所以希望 我都藉着 这首的诗歌 与你同行 可以作一个回应 用心灵和性失 告诉每一位知道 甚至自己知道 我们是一同 敬拜上帝 一同 去围着每一个人 与他同行 求主帮助 在那天 为道中飘荡 七黑泪 没有星光 对啊 好黑哦 想遇到 冷眼迷惘 心感叹 惊喜 不安 是啊 怎算好啊 但这天 同步一起过 艰苦 岁月泪 不经海浪 终于到 坐姿 袍 有你伴我 冲破 多谢你啊 为你伴我 再忍注定我 每天欢迎更多 好开心啊 齐盼望 祈祷 此生之日 尚伴你我 无具困座 感谢主 人生这路上 路上崎岖 掩我 只遂有着你 共我 天守过 路上最艰难 不经海 其探索 你共我 耐心 一夜照了爱声 但愿 共你奔跑前程 只要尊乃 主持家的 恩惠 借父神 靠我 你这好友 祈祷在灿烂 生命中 等我离 日起奋斗 优优独拟 不经海 不经海 天守过 我 两位同工 与大家 来到师哥 祈祷 去敬拜 因为我们都很想 来到 去见到大家 今天我会继续 透过 事徒行主的经文 来和大家 去分享 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过去大半年,社会运动未完 疫情又肆虐 全球来到蔓延 社会运动将信徒分化了 教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回教会聚会的人亦不断下降 我们的福音聚会都是因为这样 少了一大半的参加者 但是正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疫情又忽然间出现 令到教会都要关门 有时候我会这样想 神可能要我们闭门来自省 究竟我们今天回教会是为了什么呢 教会亦都要反省 究竟我们在这个社区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世界上面 究竟又如何来继续见证基督 来作炎作光呢 初期教会一开始 其实他们就面对不同的冲击 先就是耶稣基督 他升天带来信仰上面的转型 他们按住耶稣的吩咐 等候圣灵的降临 他们就在楼房上面去祷告 然后就补选一个马提亚 做使徒代替犹大 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 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每一个人都讲不同的别国语言 在这个时候 比特就乘机来到他讲道 那一天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他们的见证也得到周边的人的喜爱 当时路加作者 他就记录了第一次信徒群体的状况 第二章42到47节 我们一起来到去回顾一下 当时的情况 信徒群体他们是怎样的呢 请听我读出这条经文 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 和彼此的团契 抹饼和祈祷 众人都全心敬畏 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繁物功用 又卖了田产和家业 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级他们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行切地在圣殿里敬拜 且在家中抹饼 全着欢喜坦诚的心用法 赞美上帝 得全体百姓的喜爱 主张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今天是讲到 路加第二次来到去记录 这个信徒群体的情况 由第一次去到今次 使徒借着圣灵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其中一样 就记载了在第三章 就是给了奉主的名 来到去医治了一个 生来徐腿的人 这件事件 就引发了守殿官和宗教领袖的不满 将彼得和约翰拘捕了 并且在那里来恐吓他们 但是彼得和约翰 他们没有受到恐吓 并且当面来指着他们 就是你们杀死的耶稣基督 他就是神所要高纳的 他就是基督 宗教领袖官长 当然就没有他们办法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只有释放了他们 这一次路加是第一次来到去记载 这个信徒群体面对迫白的情况 究竟这个新的群体 他怎样来去理解这个经历呢 在面对迫白之后 他们又有些什么不同了呢 上帝又怎样藉着这个苦难 这个逆境来去塑造他的指纹呢 在疫症底下 我们又怎样学到什么的功课呢 让我们继续来到去看看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到去读一读 是使徒行转四章 二三到三十一节 那里我们见到使徒是同心讨告 宏主道 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的经文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自己的人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路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上帝说 主宰呀 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位的口 外邦人为什么骚动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地上的君王都站稳 臣宰也聚集一处 要对抗主 要对抗主的愁高者 希律和本雕被拉多 和外邦人和以色列文 果然在这城内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伯耶稣 做了你守和你旨意所预定 必成就的事 主呀 现在求你监察 他们的威吓 使你仆人放胆 讲你的道 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 神迹 歧视 借着你圣伯耶稣的名 行出来 他们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 讲论上帝的道 在第一讲 介绍了 使徒行转的时候 曾经提及讨告 是其中一个重复又重复出现的主题 使徒当他面对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聚集一起来讨告 第一次 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在楼房里面来讨告 这次 也是因为他们被逼伯 逼伯完了之后 他们也聚集一起来讨告 圣经在这里特别讲 门徒当时是同心合意 这样来讨告 在这里 不单止形容他们是同心合意 也都讲到明 也都是很清楚的 来说了他们究竟祈祷 是为什么来祈祷 这个是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面对逆境 你通常会如何来祈祷呢 面对社会上有些不公义的事情 可能你会说 求神啊 你的公义快点彰显 快点惩罚那些作恶的人 惩罚那些不公义的人 那面对疫情 可能我们也会说 求主你去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 求主你来去止住这个疫情 怜悯大地 这些都是人之上情来的 这些都是对的祷告来的 但是我们就再一次来到去留意一下 使徒在碧巴之后 他们的祷告 怎样能够帮我们更加聚焦在上帝的心意里面 我一起再读一读 二十四到第三十节 究竟这个祷告 怎样来到去索造 这个刚刚成立的 一个新的信徒群体呢 二十四到三十节 这个祷告的内容里面就这样说 主宰呀 你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伯人 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 外邦人为什么扰动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地上的君王都站稳 神宰也聚集一处 要对抗主 对抗主的受高者 希律和本丢彼拉多 同外邦人和以色列文 果然在者成女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伯耶稣 做了你守和你旨意 所预定必成就的事 主呀 现在求你监察 他们的威吓 使你伯人放胆 讲你的道 伸出你的手来 让依治神迹其事 借着你圣伯耶稣的命 行出来 首先 使徒宣告神的主权 即使敌党成的势力 仍然是很活跃 疫情仍然是肆虐 但是 神仍然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 祂是掌管着政权的主宰 接着使徒就引用了诗篇的第二篇 一至第二节 来到作为讨告的焦点 他们开宗明义 就这样说 他说这篇诗篇 不单止是大位写的 亦都是神藉着圣灵托大位来写的诗篇 而这篇诗篇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 基于神是掌管天地万物 他们藉着大位的诗篇来发出一个预言 在这篇诗篇里面提到 外邦 万民 地上的君王 和神宰 他们要起来 就是要对抗神的受高者 对使徒来说 这就是当时的希律 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 以色列文 如主的受高者 这里就是直接 指到是耶稣 耶稣的受苦 是必须应验的 这是神的旨意 而使徒 是他们 现在所受的苦 亦都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他们就是 承传了耶稣给他们的使命 他们奉主的命 行道 医好了那个的徐腿 因此 他们奉主的命 来到去受这些苦 所以他们都会 是他们自己 所受的苦 就是好像跟基督 一起受苦 这样 亦都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 在他们的祈祷里面 我们发觉一件事 就是他们没有祈求 他们的苦难是除去 他们也没有求神 去对付那些 迫伯他们的人 他们是很专心 很聚焦 很集中就是求神 给他们放胆 去讲神的道 这个是他们祈祷的焦点 使徒聚责 祷告的目的 不是求神 免去他们的苦难 而是在苦难的里面 求神 赐他们胆量 继续来到去宣讲神的道 曾经有弟兄姊妹 这样问 说崇拜的程序表里面的 代吐事项 大部分都是患重病的 会不会令到一些人 对信仰有一些疑惑 信仰了耶稣 都这么不靓 最近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 来到去问我 教会 恩福堂 有没有人患上了肺炎呢 我说 我听过有团友的亲戚 也有患过的 但是直接团友 好像都暂时 没特别听到 听我这么说的时候 忽然间他就觉得很开心 感谢主 这个是神对教会 特别的恩典 当然我也明白 他们分享背后 那个用意 他们为教会 能够安全 来感恩 但是 我们单单用教会 身体健康的状况 来衡量神的真实 或者神的祝福 可能 都是 或多或少 我们都受了 我们中国人 传统的 中国信仰 来影响了我们 以为信神 就是可以 趋吉兵空 其实 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 苦难是信徒 必须经历的事情 耶稣就这样 曾经和门徒说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要有勇气 我已经胜了世界 如果和合本翻译 就是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们可以胜到世界 所以如果你 读开和合本的时候 这句金句 你背的时候 就会背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是 在修订版里面 就特别来到 翻译了 你们要有勇气 原来我们是要 预计了 承受 苦难 这个是 必然成就的事 初期教会的信徒 他们视苦难是必然的 也是神的计划 和掌管之中 苦难不是因为神的计划 好像失了预算 不是这样的意思 苦难反而是上帝计划 里面的一部分 在使徒行传稍后的经文 我们也会见到 有更多的迫伯 有更大的迫伯 临到 原来当 门徒 他被圣灵充满 能行很多的神迹 歧视的时候 亦都是 迫伯 继续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厉 的时候 传道和迫伯 是如影随形的 所以 他们不求免去 苦难和迫伯 反而他们求的是很清晰 很有焦点 就是在苦难的里面 他们仍然有胆量 去宣讲神的道 当我们看回 第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的时候 当时 教会因为 还未遇上迫伯 所以在那里 信徒没有因为 一个这样的困难 要求主 叫他们放胆来 去讲论 神的道 但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 神借助苦难 来去锻炼教会 使教会成为 神的道的出口 越是困难的时候 上帝的道 越是要鲜明 越是要告诉人 社会越是黑暗 教会越是要发声 不过 我们所发的声 不只是为公义 来到去发声 因为教会 不是另一个政治的团体 教会发声的背后 是要指出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人是无力自救的 社会的腐败 是因为人的罪性 制度改善 是能够造福社会 但是最终的解决 在神的恩典里面 教会在此指出 社会问题的同时 也要带出 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是教会 和其他群体 最不同的地方 教会近年 虽然暂停了聚会 但我们仍然坚持 维持实体的社区服事 在接触的街坊 过程里面 我最常听到的 街坊对教会的印象 或者对我们的印象 就是说 幸好有你们 帮助我们 很感谢你们 很感谢教会 很感谢耶稣 虽然他们 未必个人都信耶稣 但是他们 都是从心底里面 来到去 向教会 向耶稣 发出这个感谢 这段时间 我们虽然不能够开 很多的报道会 聚会都没有了 怎么开报道会呢 但是原来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正正是一个行动的福音 让人体见 就是耶稣 这一班的使者 就在他们的中间 就是跟他们一起 来到去经历 这一段的疫情 带兄姊妹 我们过去派发 防疫物资 基于安全的考虑 我们是不能够 大量来到去 招募带兄姊妹 来到去参与的 所以每次都只是 有十几个带兄姊妹 近期是因为 限聚令的缘故 我们就更加 将这十几个带兄姊妹 分成了 最多是四个一组 还要在不同的时间 上来教会里面 来拿一些物资 然后再去派发 派完之后 就自己解散 是这样的方式 来到去运作 但是当疫情 漸漸稳定的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 来到去关心社会 不止是因为 不止是派发物资 也都是会计划 来到去派一些 生活的必需品 给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 预计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 是基于疫情的关系 他们的生计 都是出了问题 我们初步有一些构思 去回应 特别是 刚刚 恩福都有一个 主外恩情的行动 我们会用那些钱 用一些基金 来到去开设 教会 一个暂时 临时的短期的饭堂 让有需要的街坊 或者一些团友 他都可以 免费来到教会 来到去吃饭 这个将会是我们 以行动来到 去存福 一个最好的机会 希望到时 你都一起来到去参与 叫我们 能够在这个 最艰难的时期 去放胆 用行动 来到去表达 耶稣基督 对身边的人 对这个社区 各国的关爱 我们一起来到去 去见证 耶稣基督 跟着我们 继续下看 四章三十二 去到三十七节 我们都一起读 这段的经文 许多信徒 都一心一意 没有一人说他的 任何东西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以大能见证 主耶稣復活 众人也都蒙了大恩 他们当中 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凡有田产 房屋的都卖了 把所卖的钱拿来 放在士图脚前 照每人所需要的 分给每人 由一个利美人 名叫约失 士图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 就是安慰之子 生在塞浦路斯 他有田地 也卖了 把钱拿来 放在士图脚前 由于信徒当时同心合意的讨告 求神叫他们放胆来传道 教会整个群体 都被主来建立 33节特别来说 使徒以大能见证主 徒以復活 众人也都蒙了大恩 神借着苦难来去塑造 合神心意的信仰群体 在这里我们看到 传福音 不只是神叫我们 去完成一行的工作 而是神借着这个使命 来去建立我们 去建立这个群体 过去 当环境是很顺畅的时候 我们可能很有步骤的 大家要先训练 装备了 然后出去又要传福音 但是初期教会不是这样的 初期教会是他们放胆去 传了福音 原来传完之后 他们就能够被上帝的道建立 以至他们被上帝的道建立之后 他们就懂得来彼此分享 成为一个爱的群体 原来这个群体是因为 他们能够宣讲上帝的福音 而他们自己本身里面的关系都被建立 他们的需要也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 是得到满足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几个特质 几个特点 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首先 他们的分享是自愿性质的 不是勉强的 这个也不是做门徒的条件或者要求 因此他们并不是在实践共产的主意 他们之所以一心一意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东西 是基于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上帝这个福音的大能 他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亲身体会了上帝的恩典 以致他们能够可以和人分享他们自己所有的东西 第二方面 他们不是将他们自己的东西全部卖了 将那些钱捐给教会 将那些钱捐给教会 好像教会忽然间多了一笔很大额的奉献 不是的 他们只是没有坚持他们任何自己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 意思就是他们随时将自己的东西可以和人分享 所以他们就不是立刻买了一些东西 给一些钱捐给教会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么机械性的 英文特别强调的就是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缺乏的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说他们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自己的 神要建立一个群体 并不是让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发达 然后就受了奉献给教会 不是这样的 原来 神是要这个群体面对一个危机 令到他们变得很软弱 以至他们愿意互相分享 而透过这个分享 他们就发觉原来我们一无所缺 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 他的子民 他的群体 记得我小时候住在某区 大家的关系非常密切 通山走和隔离车 当时我们不会说 独留儿童在家 没有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会去你的家 你也会去你的家 总会有个家 有人会看着你的 所以完全不会觉得很困难 我小朋友在家怎么办呢 等等 同时 当我们有一些生活上面 物品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不介意周围去问人 你有没有这些 或者你需不需要这些 其实大家都很开放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很缺乏 原来人就这么有趣的 当你知道他很缺乏 你自己很缺乏的时候 你自然都会互相帮助 你自然都不会担心 当你向人提出要求的时候 好像自己很不好意思 这个都是神用这样的方式 你从一个群体面对危机 变得脆弱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透过互相分享 来得着满足 当人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不需要倚靠身边的人 越来越不倚靠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变得自己越来越有一种 自私的心态 越来越难去跟人分享 或者我们只是会分享金钱 因为我们就受了奉献 我们就很定时 来到奉献给教会 但是这个是不可以取代 互相帮助和服侍 是一种这样的方式的分享 跟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东西 包括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技能 这些都不是可以用钱来可以代替 因为这个不只是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简单 而是透过这个分享 我们的关系都是被建立 我们因为实践上的吩咐 以至于我们都跟神的关系来被建立 神藉着这场的疫症 让我们也上了一货 价值观重整 从来没有想过 口罩会这么贵 从来没有想过 有人是因为买口罩 会被人骗了几百万 从来没有想过 要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是这么困难 常常戴着口罩 你都觉得不是很自在 从来没有想过 家人有点发烧 有点咳 你会这么担心的 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致命的病毒 是会跟你这么近的 特别当你住的地方 发现了有确诊 或者你家人的地方 有确诊 可能你自己都真的忽然间 很小心 特别叫家人很小心 从来没有想过 外卖是会便宜过堂食 而堂食 是会慢过叫外卖 因为他只顾着做外卖 所以你坐在那里 他也会慢一点 从来没有想过 当没有人戴口罩的时候 会令你这么不安 这是我有一种很独特的心理 即使他没有咳嗽也好 没有打痴也好 你都会觉得究竟他什么事 会不会有事 令你自然会很不安 总结来说 在疫情底下 我们都变得脆弱了 我们对环境 对人都变得脆弱了 但是原来正正在这个时候 神将人的心打开 以致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 在这个时候 你问人家 有没有物资的需要 问人家 有没有生活上的需要 人家不会觉得尴尬 我相信 我们都不会觉得这么尴尬 因为这个是我们共同经历着 一个全世界都面对的 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 我们今天 继续的需要思考就是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和人分享 这个不是只是说金钱 金钱我们 有时候 我们都比较容易 有的时候可以计算过一条数 但是当你要分享自己的时间 去帮人照顾小朋友 当你要用出你的时间 来将这个饭盒 来派给一些有需要的街坊 当你要用一些时间 来帮一些小朋友 来补习 特别停货这么久 之后应该都会有很多人 有需要来补习 但是这些不是用钱 是可以解决得到 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分享的时候 原来在这个群体里面 就会发现 我们都可以一无所缺 但问题是 究竟我们愿不愿意 去经历上帝这个恩典 上帝的恩典已经放在这个群体里面 我们愿不愿意 开放我们自己 去和身边的人 来分享呢 恩福呢 刚刚宣布了 主爱恩情的行动 都是一种鼓励 让我们透过一笔的金钱 不只是用一笔钱去帮助人 亦是透过这笔钱 我们怎样去让一些社会的参与 来帮助身边的人 或者用这笔钱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团 又怎样度过这段时间 未必是很长期的 但是这段时间 他最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能够得到帮助和关心 今天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 或者你当你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 会不会你自己都发觉 是说我也有一些需要 但我也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开声 我鼓励 就是弟兄姊妹 不只是当你有的时候 你可以去分享的时候 你才去开声 你教会知道 如果真的你现在面对一个短暂性 一个很紧急性 一些需要的时候 你都可以和牧者 和你的祖像 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分享 透过这个的分享 然后我们发觉上的恩典 在我们当中 虽然我们所有人 没有一个是完全说自己是可以附足 但原来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好像使徒在这里所说 一无所缺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这个世界就好像停了一样 教会都关了门 但是原来 正正在这段时间 实际我们想清楚 究竟什么是最重要 而使徒 当他面对迫伯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任何环境 他们面对都好 神的道是最重要 而他们自己能够互相分担 去实践上帝给他们的教导 这个也是非常之重要 让我们在疫情里面继续来思考 上帝如何继续索造我们这个群体 成为合他心意的子民 让我们继续来遵行神的旨意 以下来都透过一首的诗歌 这首诗歌都是唱出 神的家 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你 没得回实体聚会的时候 这个家 会不会都是不同了呢 我们怎样继续来到去共建 一个家的群体呢 我都愿意 我们一起 借着以下这首诗歌 来到去唱出来 让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都被激励 原来这个家 不是因为我们 有没有实体的聚会 而这个家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愿意 去彼此帮忙的时候 这种的关系 是不能被间断 不能被阻隔的 我们一起来到去唱这首的诗歌 这一个家 原来带着欢笑 就尽这个家 故面带着基督的爱心 共探土天赋真理 同名了神话语 走每一步 同心守住自然 帮我翻向主爱 比此淡有泪 愿主带领我路程不畏惧 靠发主关心与辅助 齐可习兼实践 愿爱主是梦怯定 再借家旅 愿你带着欢笑 就尽这个家 无面带着基督的爱心 共探土天赋真理 同重头神话语 走每一步 能紧守住自然 多分向主爱 比此淡有泪 愿主带领我路程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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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靠着关心与护照 齐核杂兼实战 而爱主是放决力 尽舍加累 让我们一起努力 鼎姊妹加油 鼎姊妹请听以下家事报告 大家可以透过以下的方法 来到是去奉献 回应上帝对你的爱 分别是桂圆机 银行转账 邮寄支票 和转数块 相信大家在屏幕当中 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愿意我们继续 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大爱 另一个报告是 2020-2021年度的执事选举提名 现在开始 有关提名和出任执事资格的详情 和提名的表格 大家可以登入恩福堂网页来浏览 第三项报告 主外恩情行动 由于本地经济民生受疫情影响甚大 因此同工执事会在4月15日通过了 从此为撥出特别紧急救援预算 港币200万元 透过主外恩情行动 让恩福堂每一个团契 直接参与协助受疫情影响的教会内外人士 求主引领这一次的关爱行动 仁恩福家上下一同感受上帝的爱 详情请大家继续留意教会的公布 以下我们会唱荣耀众 请大家起立 赞美圣扶持爱之心 Gi Tui的老太阳的记忆 Ding Nui 是什么 Best ko na Mui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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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na Mui Ya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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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仍然站立 低头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神长久忍耐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今天的崇拜在这里结束 愿神赐福给大家